在酒桌上,武松向潘金年敬了一杯酒,并且嘱咐了几句话,这几句话嘱咐得潘金年不爱听了。 武松说,我哥哥娶了您这样一个媳妇,这是他的福分,俗话说,家有贤妻男儿不遭恨祸,您是我们家里面的顶娘柱,离不要是家盐了,就钻不进狗来。 这句话一说,潘金年那个人,那是精明透顶,横草不过。 潘金年一听武松嘱咐的这儿的话,脸儿就沉下来了,他叔叔啊,您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武松说没什么意思,嫂嫂,就是家里边都多加点小心,加什么小心呢? 咱们家住到这儿之后,可从来也没招过贼,叔叔,你这话说的我听出来了,这叫话里有话,闲外有音。 你走了之后,你哥哥跟我在家里边,您有点不放心呢,是不是? 你对你嫂子不放心,不是对你哥哥不放心,他说说,我跟你讲,你嫂子虽然是个使女出身,但是我这个使女是大家主的使女,没有读过五经四书,但是我也懂得三从四德。 你嫂子我是什么人,拳头上站的人,胳膊上跑的马,就差着我是个女流,我是个不带头尽的男子汉,什么事我都知道。 你一把家进来,钻不进狗来,咱们家里边从来就没钻进过狗。 从清河见我嫁给你哥哥那天算起,你问问你哥哥,别说狗,就是蚂蚁都爬不进来。 当初你哥没见你的时候,你哥没有这种担心,现在你到对家里边来之后呢,你倒替你哥担心了,我觉得你这个担心有点多余。 五大郎在朋友们一听,这怎么又要吵起来?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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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哎,今天他不是这意思,哎,兄弟说啊,他不是那个意思,就是说呢,家里边得多加防范。 五松说是啊,嫂嫂,如果这样的话,那当然就更好了。 这是我这个兄弟呀,老挂你,我的哥哥,我这个哥哥心眼实,容易让人欺骗。 五松这话是顺口说出来的,这句话潘金梁更不爱听了。 哦,容易让人欺骗呢,他让谁欺骗了? 啊,第一个欺骗,把我欺骗了。 我嫁到你们家之后,盖头不已接,我就没想到你哥哥长得点模样。 五松这嫂嫂,算兄弟我失言。 五松今天这态度非常平静。 心想,你就骂我,今天我都不带还口的,因为我要走了,当着我哥哥的面,不能让我哥哥心里面难受。 五松这一报外,潘金梁呢,得不凝聚,站起身来。 好吧,今天你是跟你哥哥辞行来的,你跟你哥哥,你们哥俩,单独好好说说,我走了。 潘金梁一转身,下楼了。 潘金梁下楼之后,五松看了看,五大。 嘿,大哥,您看见没有? 我嫂子这气是从哪来? 嘿,别管他,别管他,你嫂子,可能你们两个人吵嘴那个事儿了,还没过劲儿呢。 他呀,就这么人,你走了之后啊,他也老刀念你,盼着你回来。 行,咱俩再喝一杯。 好,大哥,多保重。 这酒喝完了,五松站起身来。 大哥,我要走了,衙门里边很多事情还等着我去办的,我得收拾收拾。 明天一早晨,我就动身了。 明天会起得很早,我就不来再向您辞行了。 从这儿开始,我就向您告别了。 哈哈,我送送你。 五大郎又打着椅子上蹦下来,拽了拽了的,跟着五松下了楼。 五松下楼之后,往旁边原来他住的那个屋子里边一瞧,潘金莲正在那屋子里边椅子上坐着,在擦抹眼泪。 五松站在这堂坞里冲上,潘金莲喊了一声, 嫂子,我走了,潘金莲没回答。 五大,下楼之后,金莲,兄弟走了啊。 潘金莲也没说话,这五大郎啊,也没敢过去拽他。 哈,我送你,我送你。 来到屋门这儿,夸,帆门一开,五松外部走出来。 今天,外边天气还真挺凉,飘飘落落的洒着小青雪花。 五大郎跟着就出来,五松一回阵,大哥,你别送我了,快回去吧,外边特冷。 没事,我穿的多,你给我买那个皮砍尖,我天天穿着,特难过。 我送你两部,嗨,大哥,你我弟兄干嘛这么客气啊。 兄弟,啪, 五大郎伸手,把五松的手就抓住了。 兄弟啊,你这一走,两个月啊,咱们哥俩见不着。 哥哥,我挺想念你的,道上可多家小鲜,眼看到年根底下了。 这个人过不去年俩,都想做点歹事。 另外,我听说这一道上,节道的也不少。 你虽然在景阳岗上能打虎, 你有一身好武艺,但是要是人太多咯,那也不好啊。 一路之上啊,早住店玩起床,精神一点,知道吗? 大哥,这您放心吧,我自己会料理自己的。 好啊,好啊,你嫂子呢,她是刀子嘴豆腐心,你别往心里头去。 啊,咱们家呀,不容易,我从小把你拉着长这么高了,我觉得这是咱们老武家还算有点德行。 你嫂子呢,你嫂子呢,跟我也是踏踏实实的过日子啊,你别记恨她。 大哥,您说哪去了? 我能记恨我嫂子吗? 就是啊,兄弟啊,哥哥也是四十岁的人了。 咱们过到今天啊,不容易啊,说到这儿啊,武大郎眼里边转得累了,武大郎这一转累,武松眼里也转累了。 大哥,您好好保重,回来,我先到家里边看您。 哎,哎,哎,好,好,哎,走吧,走吧,大哥,告辞了,武松一转身,大踏步,奔衙门里边走去了。 武大郎站在这儿,直瞪瞪的眼,瞅着武松的背影,一直看不到武松拐了弯了,这才转身回来。 哎,光把房门一关,插上了,金莲,咱接着吃饭吧,潘金莲有打屋子里边出来了,一看武大郎眼里边含着泪, 怎么着,你们兄弟俩撒了一额别,是不是? 哎,说那么的话呀,我这个人就好哭,你还不知道吗? 走走走,上楼上吃饭,不吃了,别去,别去,别去,武松还说呢,让我呀,跟嫂子好好说说,她不会说话,把嫂子给得罪了,嫂子别往心里去,她回来之后啊,还到家里边来看你。 武大这句话一说,潘金莲一听,这心里边还觉得顺点气,好吧,潘金莲上楼,武松走了,第二天一大早就登城上路了,这武大郎啊,他真听武松的。 从第二天开始,这武大郎啊,吹兵,减半,每天是争八龙膳,第二天开始就争四龙膳,四龙膳吹兵,到外边转半天,就卖完了,卖完了之后就回来,在家里边一待,哪儿也不去。 潘金莲在旁边看着偷偷的笑,潘金莲心想啊,哎呀,这个武大,他真听他兄弟的,你看见没有,让他卖一半,他就卖一半,让他不出去,他就不出去,就整天在家里边蹲着。 武大在这等着,一天一天的过去了,眼瞅着,就到了腊月二十三了。 腊月二十三是小年啊,得祭灶啊,这武大郎祭灶的时候,一边烧着这灶木爷,一边在那拿嘴叨咕着,嘿嘿,灶木爷,上天也好事,下街保平安,保佑着我兄弟啊,上东京遍凉,一路上都平平安安的,啊,我兄弟回来的时候,我给你好好上供。 腊月二十三小年过去了,紧接着到了三十晚上了,到三十晚上这天,给全身马子烧香,这武大郎还是在那叨叨念念的,给他兄弟祈祷,让全身都保护他兄弟,路上平安。 过了年了,过了年之后,初一过去就初二,初二过去就初三,然后过了破五,到了正月十五登吉,登吉过后就到了二月二。 赶到了二月二的时候啊,这个武大呀,心里也和解,我不能整天就老卖四龙扇吹冰啊,这武大,那是至家过日子的买卖人啊,我兄弟主妇我让我做一半的买卖出自好心,怕我累着。 现在天也渐渐的暖和了,你说我整天就卖四龙扇吹冰,下午在家里边干蹲着也没什么意思,所以武大呢又恢复往常卖吹冰,还是争八龙扇吹冰,出去就是一天。 武大这样做,他争多了也好,争少了也好,潘金莲也不管,今天争多了,潘金莲还问他呢,怎么着? 今儿怎么争八龙扇 我心都天儿懒惑了 多卖点了 我兄弟也快回来了 是啊 武大搬着手指的算日子 他觉得他兄弟该回来了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没回来 武大挑着龙扇上街上卖吹饼去 这是二月初 天气一转暖 家家户户呢 都要打扫打扫房间 尤其潘金莲这个人 这是个爱干净的人 房间里边打扫完了 潘金莲觉得关了一东的窗户 应该支起来 支起来过过风 让春风透起来 换换新鲜空气 潘金莲这天打扫完了房间 就把这个窗户呢支开 他这个窗户是上下扇 往外推的 有一个支窗户的棍 因为窗户上边呢 有个帘子 这个帘子是干什么 是挡日头的 怕日头呢设进屋里边晒人 这是夏天用的 可是这个帘子一支也没摘下来 所以连窗户带帘子一起 往密条呢 他有一个插柜 这就是支支 潘金莲在楼上就把这个窗户插柜拿过来了 他把这个窗户啪 往上一推 推出去之后 把这个插柜往前面那么一顶 下面把这个柜要支到这下扇窗户上 可是就在要支到这下扇窗户的时候呢 潘金莲这个手呢 略微的那么一疏忽 没抓住这柜 那么一碰一出了 这柜油打上边 啪 掉下去了 这柜一掉下去 偏桥底下 有一个走道 这个走道正走在窗户底下 油打上边掉下这一柜来 正打在肩膀头上 啪的一下子打上 这个人一抬头 谁啊 啊 潘金莲马上感觉到坏了 下边打着人了 潘金莲于是用手把上半扇窗户 望起一推 探出半截身子来 望下一看 哟 打着您了 这下边 站着一个二十五六岁的年轻后生 这个人是谁 这个人就是杨古县 四城四官 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的一个人物 此人府姓西门 胆字明镜 他头上戴着一顶文生公字巾 云子头坠着灯笼碎 身上穿着三蓝母的花袍 足下蹬着粉底的段靴 腰中系着双碎的黄丝套 倒着手抬头正往上看 你看他这张脸 长方形的脸 辅色黄中透了点白 两道细眉毛 很黑 一双大眼睛 这个眼睛闪烁有神 他这个神呢 跟别的神不一样 为什么 他这个神是一宗勾魂射魄的神 就是说他这个眼睛转悠起来 尤其是看到女人的时候 就好像这目光里边有一个问号 什么问号呢 咱俩好啊 就这么个意思 他长了这么一双眼睛 通常老百姓管这样的眼睛叫色眼 高鼻梁 薄嘴唇 应该说 这个人长得还是比较英俊的 这西门庆 在阳谷县里边 是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怎么呢 他是这一带的大财主 家里边开着几个生熟药店 他们家 从祖上望他这三辈做药材生意 但是他爹 他爷爷 做药材生意 都是一般的生意 在这阳谷县里边就有一个药店 而到西门庆这辈儿上 发迹了 也没什么发迹了 因为西门庆这个人呢 他会经营 尤其是他在他的朋友手里边 也不怎么逃回来这么一个偏方 说这个偏方是专门治疟疾病的 偏感那一年 这个疟疾病流行 他这个偏方 用上就好使 其实就一种药 高在高药上 贴到肚脐上 贴上就好 西门庆试了两三个人 觉得有效 他就愣说 这是他们家里边祖传秘方 十八位中药凑的一块的 这么一种药 到他家来买这个药 高价出售 这一下子 他家就发了 敢上瘧疾病流行啊 谁都想给这个病出根啊 药出根就得上他家买这个药 西门庆这一发了之后 把一个药店就扩大成两个药店 紧接着西门庆在卖药过程当中 又善于投机倒把弄靴作假 这买不就是越做越大 西门庆街交人物是越来越多 西门庆这个人 是有名的杨古县里边的花蝴蝶 为什么叫花蝴蝶 他也是对女性甚感兴趣 现在家里边娶着三房老婆 还每天上街烂逛堂的 今天盘金连这一穿过棍 就打到他身上了